疫情下 香港机场变得冷清 少了旅行及商务客 但却多了带着大堆行李 还有宠物买单程机票的 今年第一季 香港人口净流出14万 当中有港人移民 也有到香港工作的 因为疫情裁员 或是受不了防疫限制严谨 而决定离开香港 过去两天的移民展 有3万多人预约参观 而业者的调查跟发现 60%受访者计划半年 到两年内离港 受访者资产 有3000万台币以上的占66% 当中有119000万的占17% 家庭连收入700万的占三成 反映富裕家庭比较考虑移民 英国 加拿大 或者澳洲 推出一些更加优惠港人的政策的时候 那港人是可以选择到去移民 这首林郑月娥就指 西方国家借国安法 宽松接受港人移民 但其实是希腊人才 香港最近新增缺诊数都在七八百例 专家认为入境及防疫限制放宽 数字反复是意料之类 最重要是疫苗有效 重症不多 香港有条件放宽旅客检疫隔离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 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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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